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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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現在我是在台中的水湖傳惠中店 那坐在我旁邊就是這個惠中店的阿寶姐 你好 阿寶姐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我是第一次在台灣 見到這麼大型的這種 插電吧 然後呢我覺得非常的有特色 它很像歐美或者是什麼 就很不像台灣本身會有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想問一下有什麼特色餐飲嗎 現在的話我們目前 桌上提供的是 音式下午茶的部分 那它比較遠於其他的不同的 就是我們內容的豐富性 走中式的 但是用那個音式的呈現 那上面的話有提供的話就是水果 然後有甜點跟鹹點這樣子 我們在吃的過程裡面 比較不會說很快就膩了或者是吃不飽 那我們有看到桌上其實 哇真的很豐富 所以這一杯它是什麼 就在我面前的一杯 這杯是小種奶茶 小種奶茶 對 好我來嘗嘗看 它是有什麼 嗯 它沒有很甜耶 它不會很膩 它這個是茶葉本身的特色 紅茶系的煙燻茶 所以喝起來會有淡淡的清香 然後煙燻的味道 那當時剛才我也提到 其實我們剛才進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很不一樣 那這邊就是這麼大這麼大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服務呢 可能在空間上面有提供大主的聚會啊 或者是會議上面的 顧客如果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在這個現場 有不同的空間 可以提供定位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這邊也看到 其實像 我這是水武專的名片這樣 那我們看到其實 像如果預訂呢 預訂要怎麼預訂呢 預約的話 我們直接打上面的專線 那在假日的話 可能我們需要提早 一天至兩天的時間 假日要提早一天到兩天 對 因為真的很多人對不對 對蠻多人的 假日的話客人會比較多一些 好的 所以呢 其實非常感謝阿寶姐的那個介紹 那最後呢 因為今天是我的發片日 我真的 非常的激動想要宣傳一下 所以那這邊也要謝謝阿寶姐的那個受訪 那我也送給她一張 好的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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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你 聽說 突然綻放的煙火 絢爛卻很難煮 哇 所以這個地方呢就是 台中非常出名的汽車旅館 身為內地人其實我是第一次來到這種 我覺得真的很特別很靈淚 因為其實它樓下我們會看到 它就是一個停車場的樣子 沒有別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它的臥方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這種 其實真的很有法國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就是很歐式的那種建築 而且呢我們其實看到它旁邊就是有蚊帳 這是蚊帳嗎?應該是我覺得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床旁邊呢 非常的方便 還有一個按摩椅 所以其實如果你洗完澡 然後呢換上睡衣 可以按摩一下看一下電視 但是常常睡覺 我覺得應該會睡得非常好 然後呢其實看到其實這樣 旁邊的這個梳妝排櫃 它也是非常有國外的風格 所以其實它整體的風格 就算從電視很值得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個臥房 讓人看起來好好睡覺喔 感覺睡得很安心 其實呢不要以為就只有客廳或臥房 然後呢其實不要以為它就這麼小就OK了 當然這麼客人呢 現在這邊呢我們可以看看喔 不是以為到了公園 因為它裡面就是一個植物 我也感覺就是很多的植物 然後非常的原始的感覺 像我們可以看到呢其實 這邊是領域的部分 領域的部分呢其實就還好 大家都是這樣子 最重要的是 這個地方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超少的 但是它跟我已經見過的浴港不一樣 你們有沒有想過 在你自己住的旅館裡面 會有一個樂趣 我們可以泡在這邊 享受音樂 順便看一下這些 嘩嘩嘩嘩嘩嘩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OK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是有一個開關的 但是它不是幫你拍電影的水 它是呢 你絕對不會想到 它是幫你開音樂喔 而且可以調大調小聲音 並且也不會往裡面看 現在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通風口問環氣的地方 但它不是 它是一個電視 它可以在你套套的時候呢 一邊欣賞這些花花套套 一邊聽音樂 但是呢還有看電視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而且讓我們感覺 非常的可以安心 放鬆下來 我覺得 非常的甜特色 而且呢 你在這邊休息的時候 它是一個暗喉的魚館 不能怎麼遇到 像有些溫泉 它也是可以幫你暗喉 然後 真的是我怕會睡著 但睡著不好 我會影響健康 所以我覺得就是 大家一定就是 可以好好享受這裡 還有 連我房 所以這個整個 魚館的特色 是非常的鮮明 為裝每個場景角色 為裝每個場景角色 人們總是期待轉身 浮誇在 自立行間的興奮 很小心的思念我來 很小心的思念我來 很小心的思念我來